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不要回头 不必低头 拐角的钟 留下的事斑驳 看过多少离合 不少你我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不要回头 不必低头 拐角的钟 留下的事斑驳 看过多少离合 多少离合 多少离合 叶老板 你这个虾真的太好吃了 露露你再不来吃 我们就把它吃光了 你们先吃啊 我工作呢 露露你不会又把客户约在这儿了吧 一边做着自己最喜爱的工作 一边吃着自己爱吃的东西 人生乐事 不过如此啊 陈露总喜欢把客户约在这儿 在我的店里 她说这样就可以美食工作两不误 她最喜欢吃麻辣小龙虾 因为她很享受 在尝到美味之前努力的过程 露露 我觉得呀 你是个有追求的吃货 我建议我身边这两位啊 得向你学习 闭嘴 来 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背景和生活习惯 我本科读的是法律专业 硕士呢是在英国读的金融 我喜欢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东西 就比如说你 平时喝的这种水 餐厅厨房喜欢什么风格 我喜欢美食 平时心情不好的时候 喜欢下厨做饭 咱俩还挺互补啊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只喜欢吃东西 那太巧了 我家里正好缺一个 我能为她下厨做饭的女主人 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情话就是 你想吃 我给你做 如果能有一个男人也这样对我说 那就太幸福了 好的 我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设计图我会尽快给你的 慢走不送 老板 来份马响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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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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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少吃点了 容易上火 你先看看设计图吧 这不是我要的风格 太凌乱了 不伦不类 要不这样吧 蒋先生 定金我退你一半 您另请高明 定金退我一半 我为什么要为你的无能买单 那是您要交的审美税 贵公司的高端定制员工 就是这么对待客户的吗 对不起 请您另请高明 来来来来来 气死 叶师傅 陈大小姐 你平时不都说对待客户 就要像对待子女一样 对待难搞的客户 要像对待任性的子女一样 我跟你说 我以前一直觉得 没有什么客人是我搞不定的 但现在看来 我真的太天真了 就刚刚那位 他前前后后已经否定了我五次方案了 即可 简约风格的 他嫌不够大气 明朗风格的 他嫌太花哨 中式的他嫌土气 西式的他又嫌太担保 中西合璧 他又觉得不伦不类 你们觉得 这人是来装修房子的吗 我看来啊 他就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 姑娘我没时间陪他玩 等等等等 你这是半兔而废 不是你射手座的风格呀 有些事情还真不是认真就能做好 比如说这五十块钱的人民币吧 它就是长得再好看 它也没有一百块钱的人民币 讨人喜欢吧 慢着慢着 我给你算算啊 火星逆行 完了 你最近这坎过不去了 没关系 你射手座熬过这一劫 还是虔诚光明的哈 真的吗 宝宝 你得为了你伟大的 室内设计大师的理想 保住 但你要知道 很多时候啊 我们离城宫就差零点一厘米 但就是在这样的危惧当中 要淘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不过呢别泄气啊 人生有两样东西 永远是别人偷不走的 一是吃到嘴巴里的东西 二就是藏在心里的梦想 我们都是有梦想的吃货 干杯 拉起精神 耶 想要做这种理想 宝宝 还有小事 我给你吃到 马小为了 可不能熟 要做我的 惊喜 叶师傅 我之前只觉得你这个装修还不错 没想到你这马小做得更好 你喜欢吃就好 我觉得呀 这马小做得好还真是一种本事 叶师傅 您什么时候要想重新装修的话 我来帮您设计啊 给您个友情价啊 谢谢 先不用了 您的客户来了 干吗呀 要钱啊 我不是说了吗 定金我明天就会打给你 你就是这么跟客户说话的吗 我看你是小龙虾吃多了吧 横冲直撞 快点四大事平衡一下吧 我说蒋先生啊 反正呢咱俩也要散伙了 我就跟您说句实话吧 我不怕要求笼统 我也不怕吹毛求疵 但是你不能两样同时来啊 我可不是那天下上算命的先生 我还时刻能喘过您的心思啊 那是不是我把要求具体化 就能继续给我设计了 我是不是太好说话了 所以你就把我当软柿子呀 那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会把我所有的要求 全部具体地告诉你 如果你还是不行换人 但我觉得 你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 最后一次 而且定金不退 一言为定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干吗 为了让我们对这个装修方案 能有一个更全面的共同理解 你必须把你的爱好习惯 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全部详细地告诉我 蒋先生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在审犯人吗 我还第一次听说 客户要求设计师 来抱上他所有的个人喜好的 客户只有对设计师 能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才能后来知道 这个设计师到底 适不适合自己的方案 而且 这些 万一你不是我的菜 你不就解脱了吗 好的 蒋先生 这一次 白纸黑字 不许耍赖 陈昭 陈璐和蒋浩的会面 总是火花四溅 一个有心 一个无意 我不知道他们的故事 最后是怎样的结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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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璐 这儿有你的快递啊 那艺老板 不好意思 快点 我先搁这儿吧 不好意思啊叶师傅 这个都是那个 我好意给我买的建筑材料 怎么又寄到我这儿来了 这段时间不是都在进场吗 也不去办公室 但是我想着 马小子要来你这儿吃吧 所以就寄到这儿来了 是是是 别客气 怎么了 都快一个多月了 客户还没搞定啊 别提了 我跟你说啊 我那客户他出差了 把他们家钥匙给我了 我从材料进场就开始死磕 每天要用微信 给他汇报工程的进度 他还要电话远程遥控 今儿这儿不行 明儿那儿又不对 天哪 他还说什么 说我像马小 他才像马小的 他们全家都像马小 受不了 我都快被累死了 可是你瘦了呀 要我是他呀 肯定问你要减肥钱的 拜托你是朋友吗 你都不知道我这一天 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连那个电灯开关的位置 都要保持高度统一 连那个误差 都要在零点五厘米以内 天哪 我真的快被他折磨死了 这个是正常的 和处女座合作 那简直就是一种修行 修行 喂 天哪 你们真的是要害死我呀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啊 我马上就来 那个不跟你们聊了啊 我得先走了 那把出声了 保重啊 拜拜 慢走 今天这么开心啊 吃两碗小龙虾了 能不高兴吗 我跟你说啊 今天交房了 我终于解放了 我终于可以告别那个客户了 你那个南山的客户啊 对啊 我以后这些项目啊 我要先看星座 这处女座的钱啊 还真不好赚 天哪 今天我终于可以告别那个事 妈啦 咱俩的合同关系 已经结束了吧 对啊 但是我们的朋友关系 还没有结束啊 服务员 两瓶搜打水 对啊 我什么时候跟你是朋友关系了 谢谢 其实我跟殷子他们之前就认识 殷子 我听雅琪说 你特别讨厌相亲 恰好我也讨厌 银子说你特别爱吃麻辣小龙虾 恰好我也喜欢 只不过我不再汇报 大人说 你是室内设计师 正好我有一套房 需要装修 所以我想我可以认识你 正好也让你了解我 你现在了解我了吗 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了解啊 我简直不能再了解你了 蒋先生 我对你的评价呢 找叉大王 事儿妈 强迫症 你啊 要不能停 你知道你在我心中 是什么样的形象吗 就像这麻辣小龙虾 你才像麻辣小龙虾呢 你看啊 这小龙虾 看似坚强的外表虾 实际上隐藏着一颗 非常柔软的内心 这不就像你吗 刀子嘴 豆腐精 爱情往往就是这样 不会提前跟你打招呼 就在你的生活中 粉末登场 够了 够了 在这里吃毒神啊 我还没说你呢 你就这么着 把姐妹酒给卖了呀 谁叫一提相亲 就跟要了你命似的 关你们什么事啊 当然关我们事 射手处女 本来就是绝配 我们是那个嘛 好 再说了我们也没想瞒你 但关键呀 有人特别诚心 说一定要拜托我们 促成这件事情 就只有我一个人 被蒙在鼓里 有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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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消消气消消气 喝点苏打水 平衡一下你的 不平衡 平衡 我看你才需要平衡 呦呦呦 这么快就开始撒娇了 叶老板 有没有鸡皮疙瘩汤 我想来一点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你们够了 再来两盘 麻辣小龙虾的重口味 总会让一些人望而却步 坚硬外壳的包裹下 藏着一颗温柔的心 就像英姿说的 日常最动人的情话 就是你喜欢 我做给你吃 不要被她霸道 火爆的外表所迷惑 有些人了解了 才知道她的温暖 connection 没有人了解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首悲伤的歌曲 总有失落的旋律 就像一个人 静静孤独而去 总是不会太顺利 却又不得不延续 就算无边的夜 也要陪伴情绪 忽然醒来的时候 他就守候在你身边 就算世界要将我们抛弃 也能信天心静静地靠近 看不见的爱情 如此温柔地抱住了你 摇摇晃晃 在人群中寻找到你 他给你无条件的支持 幸福得无法言语 紧紧握着你的双手 让我重心地说一声 谢谢你 谢谢你